童子们我已经到家了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爱上吃奶酪了 这么多奶酪 1234566 吃去吧 请问这就多吃一点 然后配着面包 今天从这个超市里头 这个超市的名字叫Leader 就是德国的平价超市 然后这里头这个是杏仁 加甜的有点像牛轧糖那种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个是我昨天买的这个 这个肠 有点像哈尔滨冰管肠 昨天晚上吃了的 你看就是这样 像吧 特别像 我觉得这样很好吃 有烟熏味 如果不喜欢吃烟熏味的人不要吃 但是很好吃 习惯了吃 就是有吃过东北的那个哈尔滨冰管肠 和 哈尔滨红肠的那种 应该会爱上这个 吃好吃 今天我老公和我闺女都不在家 我闺女下午安课到家10点多钟 刚才打电话来说 她想吃方便面让我给她煮一下 一开始问我今天晚上做啥 因为我偷懒今天不想做 我老公呢跟她朋友出去吃饭去了 离我们家不远 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就在我练车的前面那个村 看我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德国了 吃的是这个 南乌 就是 就是里头 其实这个 颜色它是发霉的 但是奶酪里头发霉 它就是这种法国的奶酪 奶酪 对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多薄啊 你看 可粘稠了 可好吃了 我喜欢吃这种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能受得了 现在越吃越离谱 真的是 人家说越吃的就是奶酪 对于它有臭的啊 就是越臭的越香 大家猜猜他干嘛 他想吃东西了呗 我在切鸡肉呢 他要吃东西 因为我在给我老公做这个 鸡胸肉沙拉 我放了淀粉 然后再撒一点盐 我老公特别能吃 然后呢 再给他做 放一点生抽老抽 一起抽 他喜欢吃这种浓浓的 香味的那种 我闺女过一会回来 应该快了 给他抓一抓 再撒点胡椒粉 看 闺女回来了 给他做的这个面 然后是两个小霞肠 然后一个鸡蛋 然后我说我这里有哈尔滨宾馆厂 德国版的 要吃吗 吃 他说他能吃下 吃下 整个厨房 我这里千万不要把厨房吃了 我还得给你做饭呢 洗手 现在吃上饭呢 还洗个手 因为他要拿这个整的啃的这个肠 这个肠今天晚上我也吃了一根 可好吃了 闺女 我今天晚上买了两盒回来 一一盒是六根 我昨天买了一盒 现在还剩下 还剩下两根 快过来吃吧 你还没尝呢尝一尝 啃一口 是吗 是不是那个肠 有名的呢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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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